您現在收看的是產業先鋒隊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隊長 歡迎收看我們的產業先鋒隊 今天是6月6號禮拜二 好的那這個當然昨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蘋果的一個發表 這個所謂的 全球開發者大會我們之前有講過了 在裡面我們看到一個穿戴裝置 這裡面 我看完了然後那個 他要賣大概10萬的台幣 我想了一下 就今天我們看一下台股的反應 昨天蘋果開完 這個會發表會完了以後就直接股價又創高之後拉回 那你就會發現昨天科技股也在拉回 可是 我們今天看到台股的表現 來先看一下我們今天台股是怎麼樣 出現一個震盪 但是 今天震盪的過程裡面我們的指數又創高了 而今天台積電的開股東會 那裡面有最重要的五個字叫做明年會更好 好吧就這樣明年會更好 請問你為什麼反對這是多投行情 我現在讓你看K線這是我們大盤 談股市 這就是多投行情為什麼 你每次拉回都是機會啊 我跟大家講這種多投行情拉回就是機會 所以呢 它變成一個什麼情況呢 創高以後的拉回請你特別注意 而且呢這個資金喔 以資金的 資金能量它是沒有很快的退潮 雖然說我們看外資在買超的部分呢 它是趨緩的 但投行它還有一個記底座上 所以呢當我們現在去看 5月份的營收在陸續發佈以後 股價會有所反應 那有人會問隊長 為什麼那個營收 明明擺明是不錯 但是呢它發佈之後股價居然 咻 還打到跌停 對不起人家先創高了好不好 股價先創高然後再跌停 這發生什麼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過去所跟大家講的 我們在這種比較成績單的時候 尤其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今天6號對8號 7號8號9號 這個禮拜的 這是密集發佈期 如果你的股價已經在高檔 那代表很多人都在卡位認為 你的營收不錯 所以呢前面就在反映你的營收了 所以一旦公告以後有人會趁死 獲利了解 喔高檔出利多是吧 那再問相反的 第一檔出利空它真的會跌嗎 還不一定 因為它 前面已經在反映了 我的營收可能不是很好 前面就在反映了 結果出來 確實不是很好 但是在符合預期 所以各位現在我們看到的一個籌碼交換的過程是 超有趣的 你看到很多很強的股票今天要衝上去好像感覺要攻上去要漲平板了 突然摘下來 對不起它創高了 它創高了 創高以後 拉回是合理而正常的 所以今天在盤面上 看到超多的股票了 然後 前面有跟大家講的像這個觀光旅遊的概念股又來了 旅遊 旅行社的啦 這個飯店的啦 這個 水餃啦 雲吞啦 什麼之類的 然後等一下他們又上來了 我同時也看到所謂的 AI的概念股 我想跟大家講AI概念股 它是一個非常長的趨勢 那過去已經跟大家談過了 所以你從短線上看起來 有一些AI概念股呢是不是 漲多了拉回 有一些叫做落後補漲型態的 慢慢會出現 所以呢今天呢首先呢我們要先回來看 今天測標 給我們看一下測標 今天測標就是 富鼎跟金居 這代表了兩種族群 一個 它叫主動元件 MOSPHET MOSPHET是富鼎 金居呢大家會想到 金居 這個就是銅箔基板的上游 銅箔 銅箔在應用的方面很 很廣泛啊包括電動車也要用到啊 那我們問大家伺服器也要用到啊 還有很多 好來 所以金居算不算是AI概念 它也算啊 來 那等一下我們再慢慢來分享 那首先呢我們就要回到 既然剛才講到的台積電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台積電 今天在 開股東會 可是今天的台積電呢 這個開盤的時候是往下跌的 然後再拉上來 股東會裡面終於說出了 所謂的明年會更好的情況之下 台積電穩定的在這個地方好來看一下台積電的K線 那麼上次從這個地方高點拉回是574拉回之後呢 現在目前呢在這個位置呢 大約在559塊506左右 那既然明年會更好前一段時間的大漲以後 台積電現在目前正在整理狀態 什麼什麼叫整理狀態 這是前高 所以你又沒有辦法過前高 這個目前會在這邊整理 不代表台積電說明年會更好之後 股價就會開始往上反映 為什麼 前一陣子外資大買 所以外資也等待著一些消息 好了 那既然如此的話全資股穩定之後 其實基本上全資股這樣漲的話 今天的指數看起來呢 大概就是由台積電在那邊撐住了 其他中小型股可熱鬧了 剛剛除了 我們剛剛講的所謂的觀光旅遊概念 我們再回到這裡來看一下 長榮航空 我記得當時我們在跟大家報告那個叫飛機股要起飛的時候 你看他現在飛到哪裡 之前的高點在36.95 人就在高檔 如果我要跟大家說他現在進入旺季 所以他的高檔 是很合理的 所以他的拉回也很合理 因為之前創高了 那畢竟他有500多億的股本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思考 所以像這一類的股票 他可不可以延續到暑假 因為我們還沒放暑假 各位現在重點來了 因為還沒有放暑假 股價已經掀起在反映他的未來了 於是乎我們可以注意 我現在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如果說你今天才在準備去買長榮航空 那麼我們過去在講長榮航空在起飛的過程裡面 你大概可以回憶一下 我們大概什麼時候跟大家報告長榮航空 好了 那你是要等拉回的時候 拉回是機會 對那為什麼再講一次 因為現在是多頭格局 因為是多頭行情 所以特別注意拉回 不要追高所以今天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子 基本上創高就是拉回 創高拉回 好等一下我來舉例 舉例給大家看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我們曾經講了 上禮拜產業先鋒隊的週末版 我們曾經講了三洋工業 我們請大家來看一下三洋工業 你會覺得說 超可怕的 等一下怎麼叫可怕 這今天走勢是這樣子 攻到這裡來 攻到這裡叫做 95塊5 打下來 翻黑 89塊2 上來 90塊4 這震盪這麼大 等一下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股價創高 昨天看到這個K線沒有 昨天 昨天這個黑K在那邊感覺上 到底要上還是下 看不太懂 來來來來 這是五日線 來大家看 這股票有沒有強勢 非常強勢 而且 今天帶著量能再衝高 也就是 上個禮拜五漲停板 跳空上來之後再創高91塊半 今天再創高95塊半 95.5 這都已經接近三位數了 今天量能放出來了 在那邊震盪 重點來了 麻煩如果你還不了解三洋工業 它整個產業基本面的話 麻煩各位請去找 我們在周末的這個 周末版的 產業先鋒隊第32集 上個禮拜六播出的 等一下我再給大家看 去找一下 我們講了它今年可能會怎樣 好吧你會發現 終於衝高以後有一個震盪 那請注意 我在上個禮拜的禮拜六的節目裡面 我就有提醒大家 請你注意這張股票 拉回是機會 好吧 特別注意拉回 所以三洋工業我認為 後面呢應該是沒有完啦 以目前來看是沒有完 那震盪是難免 因為創高以後震盪絕對難免 但是呢 我不認為它走勢就這樣結束了 再來看大雅昨天超強勢的大雅 大家請看 今天大雅再創高點 37塊6的大雅 各位來了 37塊6的大雅 是放量 哇塞 今天量有大有大 我在錄影的時候已經將近20萬張了 昨天所掌停的時候是6萬張 所以今天量怎麼這麼大 等一下 是不是有人在調節 等一下 那大雅基本上也創高了 所以創高的拉回都合理的正常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 基本上它本益比還低 所以你去看一看那些已經上了100塊以上的那群股票 當今天拉回的時候呢我都覺得合理的正常 好 那現在就要講重點了 剛才有談到 那既然 我們看到金居 我們看到金居他的本身裡面的 所謂的 他的產業裡面他就去 去應對了什麼 銅箔機板 因為我是上游 銅箔 再來呢 我們應用的層面呢有關於電動車跟伺服器這兩大樣 所以 本身他具備有AI的概念 那我們來看金居 到目前為止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請看 這個今天放量然後做突破 剛好在這一段前面的反壓區 做突破 所以他會綠到亂流 好吧 但他有帶量 所以這觀察重點是 我認為的中長期來看金居這兩股票呢是有可為的 但短線上因為他突破前面的反壓區 所以今天必須帶量來進行換手 後面 我的看法是 後面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金居未來還有機會 再往上挑戰 這是我目前的看法 那我講快一點 因為今天要談到一個主動元件跟被動元件 為什麼要這樣子 談 好吧 那主動元件被動元件 談到被動元件你一定第一個想到就是國巨了 來國巨的股價目前在這邊整理 來大家請看 整理整理整理 前一陣時間的投信一直賣 好賣到這個位置了 他是被動元件的國巨來 上半年即將要過完了 也是要放眼下半年了 被動元件有沒有機會 這是一 第二 記得嗎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談過國創半導體 那是誰跟誰呀 然後國創半導體裡面有重要成員 一個叫鴻海 一個叫國巨 好吧 國創裡面 很重要的他們去私募了一家公司 國創變成了大股東 那一家公司呢 就叫做 富鼎 好他是富鼎 對他就是叫做富鼎 來問了 請問富鼎現在董事長是誰 就是國巨的 陳泰銘 那麼 其他的 董監事的部分呢 這還有什麼 還有國創半導體裡面的人 所以富鼎現在董事會裡面 對富鼎本身 只是一個人 富鼎這家公司 所以大部分全部都把 哇那我現在就是 那等於是讓陳泰銘來接手去管理這家公司囉 那陳泰銘 目前他的所屬的事業是什麼 被動原件 那我請問你富鼎是什麼原件 主動原件 被動主動 MOSFET 所以未來走電動車的發展 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一定所看到就叫做第三代半導體 台積電告訴我們 明年會更好 電動車這個產業 現在誰在做 國巨也在做 他大量的在 進行車用的部分 誰在做 鴻海在做 所以 鴻海跟國巨合作以後 國創半導體 要做 往下走 主動原件 有關於車用 就是富鼎 所以富鼎 的未來 富鼎現在812的股本 812的股本 叫做 中小型的股票 富鼎呢 去年 獲利還不錯 所以今年大概 配息 配4塊 我記得4塊7毛多 大約將近5塊錢 7月 7月份要除息 那我們就來觀察 一件這件事情 就是富鼎目前的股價 好像整理完之後 前方的高點在這個地方 出現亮能 他是 6000多張 7000張左右 攻擊到113塊半就休息了 拉回來 那最近的慢慢股價要開始墊高 尤其是在 這個董事會改選以後 陳太明入主以後 他股價開始慢慢變 墊高了 來了 那問 假設你是富鼎的股東 請問你 會不會賣掉富鼎 意思就是說 假設你是台積電的股東 如果台積電說明年會更好 你有沒有這個期許 短線上我可能不賣了 既然你說明年會更好 好了 那現在重點來了 為什麼我講被動元件跟主動元件的配合 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未來我們不管走出用電子 大家也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過去我們在談主動元件的時候 跟被動元件的時候 我們總認為主動元件他比較快 因為包括晶片這一類的 那被動元件比較慢是因為 市場上有雜音 那麼這個雜音呢 通常在第2季 結束的時候 來到第3季的時候 它會逐漸的明朗 也就是 庫存我消化之後 我會逐漸的明朗 需求會產生 因為為什麼 第3季往往是我們講的 電子產業的旺季 比如你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說 鴻海現在接到這個iPhone 15的單子 大概接了70%左右 都是屬於什麼樣的機種 好吧 iPhone 15 那麼 確定今年是要推iPhone 15 那確定了 大約是確定了 所以 消費型產品是由於 大家都知道在第3季的時候 蘋果要推新品 好的 那就是屬於消費性產品 那拉貨時間點呢 所以我們 如此來推算的話 進入了下半年的開始 也就是7月份的開始 那麼就開始進入所謂的 我們要走進 下半年的旺季的開始 所以各位我們就發生一個問題了 好那這個問題來了 請問我們高檔啦 對誰 對我們必須要承認 我們的指數在高檔 好吧 誰說他在低檔 當然在高檔 今天還創高 指數還創高點 好 既然在高檔 那我們怎麼是思考說 哇賽那高檔 很多人 反對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認為這個行情 他應該是 就到這邊就差不多了 怎麼樣 但是有人會比較樂觀 那我們要樂觀的心態 是會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你所看到的所有在上漲的股票 他們已經漲到某一個高點了 他必須休息整理 而在此時 有一些那種落後補漲型態股票 他們上來 於是乎你就會看到 資金在跑的過程裡面 當今天有很多股票在修正拉回 可是在強的 會強到哪裡去呢 你一看 對不起 那我跟你講 一飛往 盛達 是指 鳳凰 你現在已經看到兩檔是有關於什麼 兩檔是有關於這個 觀光旅遊的股票 接著往下這一排看又看到一堆觀光旅遊的股票 你會想到一件事情 上次不是也是這樣嗎 觀光旅遊在強的時候好像很多股票在修寫 對齁 那你看喔 盛達 我過去有跟大家講過 你看這股票 當時的中美金在入股這一家公司的時候呢 股價還有經過修正 來到高點以後是修正修正 他怎麼突然東一下就亮燈漲停了 現在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盛達現在是中美金旗下的公司 所以我們這樣子來看 他轉型轉的是除能綠能 而且他做一條龍的服務 所以於是乎我們就關心到 為什麼這種股票 突然直接 砰一下 跳空漲停 說基本面的改變 獲利良好 或者是 你會想到 非常多的因素 好吧 那我問你 在昨天以前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他突然會跳空漲停 沒有 但他股價是不是在低檔跳起來 對 就是擺明就在低檔跳起來的 來 他從低檔開始跳起來 所以我們要關心很多事情就是 怎麼從低檔突然起來的 突然崩一下 我跟你講 只要有題材 崩一下就上來了 為什麼 這些股票 過去沒有人注意 啊 對齁 大家都注意是熱門股票 什麼叫熱門股票 剛剛不是跟大家形容了 比如說 大雅消息面很多 所以今天你看到大雅的成交量嚇死人了 我錄影的時候是18萬張啊 昨天是6萬張啊 好吧 哇 這是熱門股票 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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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那一些比較不熱門的股票 他有時候突然拔起來 他有可能就往漲停那邊靠 但如果這樣講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來關心一下 有關於 散熱族群裡面的雙紅 雙紅攻到高點以後拉回 再上來 你說雙紅還有沒有機會突破 為什麼沒有 難道今年這邊叫做雙紅的高點叫293嗎 大家注意看 我在錄影的時間點 他今天的高點叫291 接近前高了 對吧 那你看 先打下去 先打下去 276低點再拉上去 291的高點 各位 那你說我的媽呀 那你 對不起請問你是追高還是壓回來拉回是機會 當然拉回是機會 有人說隊長那你是看圖說故事嗎 沒有 我告訴大家我們過去產業先鋒隊裡面跟大家講的就是 多頭格局裡面拉回是機會 你說那我追高怎麼辦 等一下 停 什麼意思呢 你追高怎麼辦 我問你 今天 我舉例好了 雙紅打下來以後 攻上來結果你追高 你說我追高到這後來還有高點 後來還有高點 現在還有高點 那等一下要漲停了 對齁 你追高只要股價能創高 那還是沒問題 什麼意思 搞到最後還是選對股票贏在起跑點 對啊 選對股票 贏在起跑點 就是 他能夠有創高的實力 如果有創高的實力的話 那你有什麼擔心的 好對齁 好啦 那我們就要 冷靜來思考 那麼有創高實力的到底會有誰 我們再隨便再舉個例子 之前我們都講過的股票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請看一下喬威 來喬威的這一段 這是每次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昨天創高嘛 今天再創高 股價是不是震盪是震盪 來問 請問喬威 是誰的大股東 喬威誰大股東 原始股東 企而行 對齁 我們過去節目有跟大家報告 企而行在做什麼 充電樁 這些服務 對吧 還有一個是誰 利德 喬威是原始大股東 後來還有加了誰 史大大股東 市電嘛 對吧 好了 那這一些跟綠能相關的 所以 喬威搭的這一波 我講的電源供應器裡面很多廠商 在今年相當不錯 尤其轉進綠能 所以喬威 震盪當中 再創高 也就是我買喬威的人現在都 都沒有賠錢 都是賺錢的 那如果追高怎麼辦 等一下 你看 我昨天追高我今天賺錢 我今天追高 你是追在哪裡 追在這裡 這是算高吧 前面今天早上的高點 後面還有高 對不對 那要看未來還沒有在高點啊 是不是 再講一次 選對股票贏在起跑點 這就是追高以後要看 個股的能耐 因為他不是大型股 所以他如果不是大型股的話 他就有機會怎麼樣 慢慢再往上推 所以我們過去講了超多超多的股票 你想想看 我舉個例子 這股票大概各位 你看我節目看了很久的 你大概知道說 光潔這輛股票 也不是我一個人在講 大家在講說 光潔在佈局車用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利基點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光潔修正完他是被動元件喔 修正完畢之後 從這個低檔開始慢慢吞 打下去 等一下 拉上來 各位來想一下 這幾天的光潔 他從低檔起步 直接往上這邊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被動元件 以被動元件來講的話 大家現在都沒有在注意 都沒有在注意被動元件 他開始偷偷跑 偷偷跑 上來 好吧如果是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我們來驗證一件事情 就是說 被動元件在下半年有沒有機會 再跳出來 所以今天會變什麼 我剛前面 一開頭我們跟大家說了 我說我當蘋果 告訴我們穿戴裝置以後呢 結果我們看完他的售價以後 我們心中不免有個懷疑 今天我還跟我的助理講說 我跟你講 我現在給你10萬塊 你要去買那個穿戴裝置的那個 價值10萬的 然後很炫 還是要 拿10萬塊去買 iPhone 再加MacBook 答案好像呼之欲出 意思就是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看好在 這個年底明年要量產的 這個裝置 他 會有多少的效應 反而我們應該要回頭去看iPhone 反而我們要回來看 所謂的MacBook 好 那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每一項產品都不一樣的結構 所以 他能夠得到市場的青睞嗎 所以當我們一看 你發現一件事 今天光學股怎麼變這樣 對啊 今天光學股 還有包括大力光 那當然 以營收來講的話大力光的營收呢 似乎又不是很好 記得喔 我在講一件 很重要的關鍵點 當我們今天營收反 反應完畢之後 在這個禮拜反應 不是很好的營收完畢之後 我們可以確認那個股票呢 他會經過修正 修正完畢 你得要評估 他修正完畢是不是具有投資價值 這非常重要的關鍵 好吧 所以呢 幾家歡樂幾家愁呢 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 我們越往下走 我們越能夠看得出 在這個震盪行情裡面到底 誰最後挺得住 然後誰的籌碼相當凌亂 什麼叫相當凌亂呢 直接灌下去了 剛剛舉例了 我營收很好的時候 結果我發現 啊 怎麼這樣 打下來了 一家 有沒有看到 昨天這幾天的一家直接跳上來之後 然後營收很不錯 結果呢 你看這一根藏黑 直接給你灌到跌停 那也就是高檔出力多 這是不是例子 就是例子 我跟大家說 這就是例子 不過你覺得高檔出力多 這個股票灌下去 到底誰賣的 然後呢 怎麼 好我現在跌停以後 居然有人再繼續買進 那麼 在這個位子裡面開始放出量能來了 所以我覺得股市超妙的 我要提醒各位 現在如果你覺得在股市裡面你說我今天 我在看股票我實在是不太會看 我到底我現在股票呢是不是可以續爆 那如果有以上這樣的問題的話 你應該要尋找說 那我這個股票抱著 我有沒有辦法解套 我先這樣講 因為我追高嘛 追高以後呢 好那如果續爆大約 什麼時候會有機會 歡迎大家我再講一次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次 之前我有呼籲過 那個叫反詐騙 那麼隊長再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目前唯一使用的LINE 只有這個 只有這個LINE 如果還沒有加入好友的朋友 請各位掃描這個LINE的QR Code 然後加入隊長的好友 你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請你在這裡面發問 我會告訴大家你應該怎麼處理 第二 剛才有跟大家講過 如果你常常在禮拜六有去收看到產業先鋒隊的話 那沒有問題了 你已經有訂閱我們YouTube的頻道 宇凡隊長的頻道 如果你沒有你說 我是最近看東森 然後我看到這個隊長的節目然後但是 你講的那個產業先鋒隊的禮拜 禮拜六周末版的 我還真沒看到 如果假設你沒有辦法看到禮拜六 我們周末版的產業先鋒隊的話 麻煩各位 還有再加上 135 早上盤中直播是10點鐘的 如果以上我所說的節目你都看不到的話 那麻煩你 你可能是東森的觀眾 你還沒有加入 你還沒有訂閱 YouTube宇凡隊長的 這個頻道 麻煩各位 請掃描QR Code 連結到我的頻道然後按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麼 135盤中10點鐘的盤中直播你可以看得到那禮拜六 晚上6點鐘最新一集的節目 你可以看得到產業先鋒隊周末版的 所以呢過去我們在跟大家說了很多這個產業 所以我們再回顧來回來看的話 我們已經做到第32集每個禮拜都有一集 所以上個禮拜是三洋工業 所以呢好吧如果我這樣回頭來看的話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產業要跟大家介紹 但是 如果去看三洋工業的話今天震盪 就有點像大雅創高以後的震盪 通通都一樣 現在我拿出來就是過去 大家曾經看過的這些股票 包括像長榮航空這一些 那我們現在回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既然 這邊好這邊不好這邊觀光旅遊在好的話 那請問探權有沒有機會 探權今天曾經攻過一波 但是呢 重點來了 我現在跟大家說 如果以探權來講的話 實際理論上應該是7月會再發動一次 所以 現在 大概短線推升以下 然後會拉回來 因為之前在漲的是探盤查 我再看一下還有什麼概念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再來就是AI概念 好跟大家說AI概念裡面 因為 股票曾經都漲過 但他拉回以後 有沒有重回 AI概念的這個過去 我們看上個月 這種浪潮在席捲的時候 大家都我跟你講 等一下會分散 會分散 好吧 那如果分散的情況之下 不要太執著 我們現在一定要去買什麼 AI概念 好跟大家講 真的不要太執著 於是乎呢 今天我有個心得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今天心得 從我早上看盤到現在 我來錄影 我始終認為一件事情 大家 往往會看到 股票 在上工的過程 想要去買 而往往在拉回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個我大概 也不行了 這個拉回的時候 完蛋 不能買 但是我今天看到 好幾檔股票 都是一樣 他出現一個什麼 我舉例 剛才跟大家講過了 這是三洋 三洋今天上工過程 大家會認為他直接要衝上去 你別忘了他創高 他創高的過程裡面 前面所有的人 都可以進行一個 獲利回圖 對吧 好了 那既然今天來到高點以後 創高是不是他沒有機會了 但也不是 我現在跟大家說 所以你看到今天有非常多類型的股票 他創高之後拉回合理而正常 叫合理而正常 那重點在哪裡呢 各位請看一條線 請大家仔細看這一條線 對 如果 短線上 跌破他能夠迅速站回 他仍是強勢格局 好吧 就短期的均線 好那是多頭格局 就沒有被破壞 如果他灌得很嚴重 站不回來 那麼可能現在短線上 他會面臨一些賣壓 這是重點 然後另外呢 當然我看有沒有時間 好 另外我們今天有看到其他股票 像大雅也是 因為他量能爆的相當大 因為 非常大量 所以大雅我覺得 你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今天量能爆大量的話 原則上他在收盤的時候 他收得蠻漂亮的 但是 你說他的格局是不是在多頭格局 是 但是籌碼有沒有開始變淋亂 有 好 那如此一來 就要尋找另外一檔股票 叫做 叫做 落後補償 對 因為他們不叫落後補償 大家請看 他們不叫 他們在領先 好不好 所以落後補償 隊長現在目前手上大概有一檔股票 我認為他未來 蠻具有爆發力的 那 我也曾經講過 好吧 那不曉得 好吧 時間不夠 以後有空再講 或者我再錄一集來告訴大家好了 因為過去我們看到很多的公司 他們在經營這個本業的時候呢 會碰到一些瓶頸 那瓶頸他就開始轉型 那麼轉型以後轉到某個領域 那甚至跟某些集團合作 到最後呢他開花結果 今年我已經在前面看到一檔 一檔股票了 已經開花結果 股價已經漲到 很高 好不好 現在我又看到一檔股票 他正準備發作 他的發作呢 原則上就會 跟我剛才所形容的 我剛看到一檔股票 他轉型以後 轉型制度走得非常好 所以今天股價大漲 我現在所看到的股票 他股價 並沒有大漲 好不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 我們也看到機會 也就是說 在這個行情裡面 修正行情裡面 我們要找 落後補漲形態的股票 而且你要找到機會 那種準備 要爆發的股票 這才有機會 好吧 那麼改天再跟大家說明好了 所以今天這個行情 我認為人就多頭 人處多頭格局 但是呢注意呢 多頭格局裡面 拉回 才是機會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巨大的資料 在這次期見 在這次期見